字幕提供 到你有信仰之後 你再看電影是否真的有不同 真的有不同 沒有人監視我 我感覺到這些電影很無聊 這些電影又太暴力 看到人很不舒服 我以前演的電影都很激 都很激一下 感官世界 感官世界 感官世界的藝術很高 雖然他是 情色 我有進戲院看感官世界 那時候我應該還沒有 夠清眉 應該沒有 但是 那時候 如果大家上網找回感官世界 真的有全裸的畫面 而那個意識 真的挺大膽 以前的 比如說引入過感官世界 這類型的情色電影 到缺了智 有了信仰之後 那你現在說 一些泰國過分暴力 血腥的戲 你都不會有興趣 不會有興趣 鬼片也是 我以前做很多鬼片 那時候 有些行家叫我做鬼婆 見鬼 很多 見鬼 你說是彭世兄弟 見鬼 是啊 那時候陳可新監製 我和陳可新都做過很多部片 那又很成功 那些見鬼 還有 見鬼1 見鬼2 然後見鬼10 是不是也是 不是 後來不是 有一套 三個故事 叫什麼鬼 鬼 我有做過鬼妻 泰國那套鬼妻 鬼妻 我也有看 泰國那套叫什麼 泰國那套叫什麼 泰國那套叫做 三更 總之那時候 很多鬼片 也可能是 五夜空靈大起了 那個潮流 糟了 剛才你說的那些 我全部都有看 你現在都看 我現在都看鬼片 我現在真的不喜歡看 不知道為什麼 是嗎 即將來《高登仙》 暫時都不會引入鬼片 暫時都不會 即是會引入可能類似 即是La La Land 一些很浪漫 但我當時做了一套 The Others 是 《不速之客》 這個很好看 這套鬼片 是 我不排除這些可能性 不速之客非常好看 即是有些感人的地方 亦都有感人的地方 真的一說起 原來你說起那些 我全部都有看 我都算是一個 《高登仙》 《高登仙》的謎 謝謝 《高登仙》 對 Lun Sang 帶 influ